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 企划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我们今天播出的是1131集 在过去二十几年当中 我们最关心的议题之一 就是强制汽车责人保险 因为这个保险可以说是跟我们全民关系 最重大的一个保险 可不要以为只有全民健保跟我们关系这么密切 其实强制汽车责人保险的重要性 绝对不下于全民健康保险 因为全民健保毕竟保的是我们自己 可是强制汽车责人保险 真正要照顾的是被我们不小心在使用车辆的时候 伤害到的第三人跟他的家庭 这个责任当然是我们每一个用车的人都共同必须要负担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险 当然也有可能我只是一个用路人 我也有可能可以享受到强制汽车责人保险的保障 假设我是别人造成的受害人的话 所以这个保险同时照顾双方 是我们都必须要知道的保险 家家户都投保强制汽车责人保险 可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忘记应该要续保 或者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保险 究竟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关心强制汽车责人保险 也让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认识 您每年投保的强制汽车责人保险 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 它有多重要 现在我们国内的汽车本身的投保率 已经超过99%了 您看过什么样的保险投保率是这么高的 虽然投保率已经这么高 但是听起来仍旧有一些民众 是忘了投保或者不知道要投保的 今天我们就挺到两位专家 要来一起跟我们讨论 其实强制汽车责人保 照顾的面向非常非常广 所以应该投保也非常的多 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您一定要知道了解的 听听我们今天的专家怎么说 我们邀请到中华民国常务保险 同业工会的汽车型委员会的两位代表 介绍一下 我旁边这位是副主委陈梁全 陈副主委您好 是 黄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秘书黄淑彦 黄小姐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两位在推广强制汽车责人保险这件事情 真的是不予余力 光是看两位经常在我们节目中 教导我们消费者应该注意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我们汽车的投保率 应该比较OK一点 但是机车看起来有一点点落后 机车目前可能大概80%左右 虽然是80% 但也已经超过1000万辆了 因为我们台湾的汽机车的数量 真的非常的多 我想请教两位就说 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说 投保率这么高 这纠售的现象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的 为什么我们国人在汽车这个部分 的投保率可以做到将近100% 两位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是什么样的政策 什么样的方法 同样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我这样子说好了 以国内来讲的话 我们的汽车的量数大概在780万辆 780几万辆 投保率的话高达99.19 汽车它的投保率可以这么高 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如果汽车没有投保的话 它会有相关一些裁罚的规定 等一下的话我们秘书这边 再把这相关规定的话 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没有保会被受处罚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以汽车来讲的话 它必须一定时间之后的话 就要去做汽车的检验 那现在的规定你要做汽车的检验的话 就一定要出具有效期间 30天以上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那甚至于汽车 你如果没有按照它规定的时间 去做这个汽车检验的话 它除了这个部分也会裁罚之外 甚至的话它还会去掉扣你的 掉扣你的行照 那甚至于说 你如果超过六个月以上的话 它直接把你的行照就做注销 那到最后的话你还是要保 还要去重新做一个领牌的动作 那这样反而会造成消费者相对的一个负担 那除此之外的话 当然我们各机关 包括我们工会这一边的话 都很用力的在推广这一个 强制性的一个相关的投保 那包括它可以用很多元的方式去做投保 那另外呢工会这一边的话 也结合到很多其他的团体 我们会去学校去做相关一些教训 那会有很多其他可以补充的地方的话 甚至于如果各位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常常会听到警广 它就会有一个广播出来提醒大家 强制性到期的一定要去做投保 那这些都是因为有经过这样一个努力之后的话 所以汽车的投保率相对的高 对 当然有罚则 而且罚得有感觉这个很重要 可是如果民众不知道会被罚也没有用 那您刚刚提到说 透过很多管道让民众了解 但是到底罚得多严重 罚在这个的保险里面 它有讲到说你假如你没有投保的时候 依照强保法第49条里面的规定 那它的规定里面是讲到说 汽车你假如没有投保的情况之下 它会储3000块到15000以下的罚款 那机车的部分就是储1500块到 3000块以下的这个罚款 那你假如没有投保又造势的情况之下 它是搭配的 就是加倍处罚的 就是变成要处6000块到3万块以下的罚款 那刚刚我们副主任委员在讲的那个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再补充一下 最主要呢 为什么汽车它的投保率这么高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监理政策 跟保险相互结合的关系 因为刚刚副主任委员有讲到说 依照我们强保法的那个16条的规定 它在这个强制险之后 它才能够到监理机关里面去办理所有的 异动登记 所以它是因为跟监理结合的情况之下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有验车 汽车的部分一定要验车 所以它就变成它的投保率相对的比较高 那工会也是非常的努力 在所有的宣导上面 我们是真的是透过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媒体来做宣导 然后请民众加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投保的部分 那目前为止是机车的部分 的确是会比较低 没有像汽车这么高的 那它也是有它的原因存在 其实呢 早期还是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呢 早期的部分是因为交通部对于 整个机车的轻挡并没有做一个轻挡的动作 它以前就是很多人把车子 我可能报废了 可是我没有真正的到监理机关里面去 做完成那个报废的手续 那这样子的话造成了它的那个母数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就会看得出来说 那个机车的投保率好像比较低 那其实以前我们还是有跟行照 因为你还是要犯法行照 因此每一个人几乎都还是会投保 可是后来在102年的时候 交通部就取消了这项政策 也就是说它现在不用去 焕发这个行照的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因为取消了这个部分 所以应该就是对于投保率 就有一些的这种影响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以机车来讲的话 全国现在就经过一些清理之后 大概有1366万部的机车 那有投保的大概是1100万部 所以说它投保率大概是80% 那有些其中的话 有大概300万部的机车 消费者是选择投保两年期的机车强制限 那有大概将近快800万部的话 是投保一年期的 那这中间的话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两年期的 那很可能是两年之后的话 保险公司一定会寄发一个通知书 去给我们机车的所有人的话 提醒他一定要办理这个续保 但是因为两年这个期间的话 有很多可能他中间 他的那个通讯地址 已经会变动了 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 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的通讯地址有变更的话 那务必要寄得到保险公司 去变更你的通讯地址 要不然到时候寄出去的通知的话 没有通知到我们机车的所有人 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会忘记投保了 如果说我们刚才讲汽机车 如果以汽车为例的话 就一般的自用家里 或者一般的自用车 当然一定要投保了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车辆 也应该投保 那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应该是这么说 他需要参加这个强制检投保的话 都强保法上面 他有特别的规定 包括我们公路法第二条 第八款规定的 你只要是零有牌照的机动车辆 本来就应该要投保 甚至于是说你这个还没挂牌 那你可能是临时要去申请一个 临时执照的话 那你要去投保这个强制检 那现在很多消费者 比较容易忽略掉的是 很可能这个车子 他已经要去缴销 他一定要去做包备等等 但是当他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想到车子还没包备之前的话 来继续使用 那这个就不符合规定了 就算你缴销等等 这些监理作业完毕之后的话 那你车子还没去报备之前 你如果还使用这台汽车的话 那就一定要去做投保 那我们刚统计里面的零点几 有很大一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这一种状况 因为会有很多比较不在 不在那个大都会地区的 比较在乡下地方的话 他很可能一时 他觉得说比较便宜形式的话 反正我就要去报备了 一定要去缴销了 但是还没做之前的话 他还继续拿出来使用 那这个要提醒我们 所有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 好 那我们经常有机会 可以买车或卖车 如果我们买的是新车 那当然没有问题 前置作业大概都会按照SOP来做 可是我们如果买的是二手车 或者我们把车卖给别人 这个情况底下 到底是买方或卖方 应该要来处理强制汽车诊保险的 投保问题或者注销问题 我们休息一会请专家来告诉你 感谢观看 作曲 李宗盛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 我想在目前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大概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 不可能没有这个保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留意知道 我们究竟有什么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我们经常有机会 在转换我们的财产的所有权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的财产有变更的时候 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保险公司 包括前一个单元我们的来宾提到 如果你的通讯地址改变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你要记得通知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当我们汽车要买卖的时候 不是光是只有汽车买卖这件事情而已 它后面还有保险的问题 所以我想请教两位 就是我们如果是买卖汽车 或是我买二手车的时候 因为它本来就有强制性财产保险在里面 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强制性财产保险的问题 这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新买的这个车主的话 他可以自己直接以他的名义 来投保一个新的强制证 这时候他就可以用这个新的强制证 去办理这个车辆的一个过户 或者是说原本车主他的强制证 那他的有效期间还在30天以上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以用旧的这一个强制证 过户成新的车主 那这时候的话用这一个批改后的 这个过户的强制证的话 然后再去办理车辆的这一个过户 那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这也方便消费者 在过户的过程当中的话 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主任委員所讲的部分 是属于汽车的部分 可是旧以机车的部分 他还有另外一种有三种的方法 就除了刚刚讲的这两种方法之外 因为机车的部分 还有一个叫做移转批单的使用 那机车的移转批单的部分 也就是说新的投保的这一个人 也就是新买的这个买主的这个部分 他可以把旧的这个 他的只要取得旧的这个保险证 就是旧车主的这个保险证 卖方的这个保险证 然后过户用移转批单的方式 就可以移转 把这个保险移转给新的这个买主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除了我刚刚讲 你新的买主一样 他可以重新订立一张保险 那或者是把原来证过户给他 那或者是用机车的部分 特有的移转批单的部分 来做处理 这是属于机车的部分 那刚刚副主任委員所讲的是 汽车的部分 就是刚刚只有那两种方法 那假设忘了做这些动作 会变成什么结果 我就买了车子就卖掉了 因为你没有提示强制证的话 你的车辆过户没有办法过户 不过在这边我觉得 我还需要再提醒 所有的观众朋友一件事情 很可能你的汽车 或是你的机车 除了强制险以外 你还会再加买其他的任意险 但我们实物上常常发生 有很多车主 可能是比如说 我今天可能是哥哥过户给弟弟 那这个时候的话 常常会发生一个状况是 强制险他有去办理过户 结果任意险没有办理过户 那当真的发生事故 强制险的理赔绝对没问题 但是在任意险的理赔上面的话 就会产生一些理赔上的一些纷争 因为按照契约条款的规定 如果车辆已经办理过户的话 那我们必须在10天内 去完成这一个保险的一个过户 要不然的话 他的保险是属于一个停效 那在停效期间所发生的这个事故的话 那依照契约条款规定的话 在任意险部分是不会启动 这个理赔的一个机制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当你车辆要办理过户 如果你同时有强制险 同时有任意险的话 那应该两个要同时办理过户 不要忘了只办强制 结果忘了办任意 提醒两个要一起同时办 我们现在在台湾 以我来讲我常常有机会看到一些外籍人士 骑机车 因为这外籍人士有可能是蓝领 白领其实都看得到 那我不晓得外籍人士 他们对投保强制协诊保险的状况 或者说他们认知的状况怎么 因为我们台湾人听听节目 广播听听大家都知道应该这样做 那外籍人士他们的认知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就强制险的资讯作业中心 他的统计 那他统计在104年来讲的话 本国的自然人大概有 强制险的有效的件数 大概有1300多万件 可是他的外国人 大概只有占0.26% 比例非常低 那105年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有 这个本国的自然人的比例 有1400多万人 可是他的比例 只有那个大概只有37000件左右而已 所以他的比率也是0.26% 就差不多0.26%不到1% 所以他其实他的投保的这个比率很低 对 并没有想像我们想像中的这么高 那为什么没有那么高的原因是 很多的这些 我们看到的这些外籍人士来的情况之下 譬如说像观光 那本来他就是只是来观光 所以他就有负债在那个 那个什么旅客 旅行社里面的那个保险里面 因此他们不需要去买这个保险 那有些就是那些外籍的劳工 来台湾打工的这些 可能雇主本身就已经有机车 所以他本身不会去买 这种制产的部分 师傅补充一下 因为按照强制汽车保险法的规定的话 应该投保强制险的医务人 是汽车的所有人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汽车或机车 他的所有人的话 大部分都是本国的国民 或是本国的法人 所以实际上的话 外籍人士持有 或是拥有这个车辆或机车的话 毕竟占比较少数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 实际上投保 那本国人士都已经投保了 现在问题是外籍人士 使用这个汽车或使用这个机车 如果发生事故之后 那会不会因为到底他 是会不会被列入所谓的无照驾驶 那如果列入无照驾驶的话 在强制险 那他是赔完了之后 可以跟这一个行为人来说 所谓的求偿 那如果是在任意前的话 无照驾驶他变成是不理赔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 外籍人士来台湾 那如果要使用我们的机动车辆的话 那他应该比较重要的是 他必须要取得我们国家机关所认定 他合法的一个驾驶执照 这时候使用这个汽车 或使用这个机车 那不管是发生事故 强制险赔完了之后 他自己才不会被求偿 才能够获得比较充分的一个保障 那他如果他在他的国家有驾照 在台湾是不能 对 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自己出国去玩 我也要去那个监理在那边的话 我要去申请一个类似 国际驾照一个认证这样子 那这时候的话 才算是他是持有一个合法认定的 一个驾驶执照 是 那如果他们是租用车 这个就没有问题 租用车 有驾照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 最主要的权益是看他有没有驾照 对 那您刚刚提到说 如果是外籍劳工 他骑的是老板的机车 只要他有驾照也是没问题的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因为我们通常就是保的部分 我们是看这个车嘛 这个车到底有没有保险嘛 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强制险 尤其是机车的部分 其实我们是不论是谁去骑这辆车子 对 那可能是未来交通部可能想要从人的这个部分 变成是那个拥有驾驶执照的人 都要投保的那个部分可能才会变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是看这台车子 它有保险的情况之下 那不管是谁骑它 那发生事故的话 那保险公司就必须要赔 那如果是一个外籍人士 他在台湾买车 他是买车 那他在投保强制险战争保险的时候 跟我们的本国有什么不同吗 或者他们应该特别注意什么事情 外籍人士如果说他本身在台湾买车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用我们还是要符合现在强制汽车 国内这一边的话是以他在我们国内这一边 有没有损失的经验值 如果有损失的经验值 我们会根据在台湾这一边的损失经验的话 来核算他的保险费 那至于说他以往在国外那一边的话 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去参考到国外 他实际上状况 那业者有没有经验是 外国人跟本国人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说语言不通造成的纠纷 有够这样的经验吗 那通常业者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吗 目前来讲如果真的碰到这种交通事故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 不管是本国人士或外国人士 第一个时间的话最好就是报警 那请求警方那一边一个协助 那如果说在发生事故过程当中的话 不管任何一方如果有碰到是涉外人士 那觉得说在沟通上会有困难的话 在报警的同时的话 也可以请求警方这一边的协助 那我们除了警方这边来协助之外 他们也会通报类似有外事警察 这样子可以来协助做后续相关的一个处理 那只是说可能在实效上的话 会有一些耽搁 那我们目前同业之间的话 以实务上来讲的话 有些公司那他可能会有一些 精通外语的一些服务人员 那如果有需要协助的时候 那有些公司的话也可以提供这样一个 理赔相关的一个服务 不过这每家公司提供的规格不一样 那各位观众的话可以再看看 是不是有哪些公司有提供这样一个服务的内容 对就成如那个陈主委所讲的这样子 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如果您现在正要考驾照 或者说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考驾照 你一定有注意到了 我们这考照的规定改变了 以前我们假如在驾驶训练场 然后在场内做驾驶考试就可以了 但是未来不是这样了 真的是要到路上去坐驾驶 而且很容易就会被赶下车 因为可能一个小小动作就不及格了 可是问题是当我还没有取得驾照 我只是要路上去开车 那车子还是应该保险啊 那这个时候呢 强制节省保险 应该要怎么面对一个还没有驾照的 去开一部车 造势呢 休息会儿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扫描 打赏 欢迎回来 我想开车的朋友都曾经有过 在驾训班开车的经验 很多人都会反映说 其实你在考驾照跟上路是两件事情 我想觉得 我相信主管机关也发现这个状况 可能也做过研究 知道有没有坐过道路驾驶的人 就没有坐过道路驾驶 跟有坐过的人将来的 肇事局可能也会有不同 因为毕竟有实战经验跟没有是两件事 我们也认识很多朋友 真的是在驾训班考过驾照以后 一辈子也不敢开车上路 因为觉得到马路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怎么样跟现实接轨 这个应该是主管机关在努力的方向 可是其实我们在驾训班开车 过得很大都有经验 在这个新的办法还没有公布之前 驾训班最后还是会带这个学员出去外面开一下 做一下这个道路试开 那我们先不要看静的规定 就以前当有在做这个道路试开的过程当中 万一造势 我不知道业者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 就是真的造势了 那个时候当时那个时候 强制车型也好 任意车型也好 怎么样处理这个相关的赔偿案件 我们强制汽车责保险 其实从87年开办以来到目前为止 其实驾训班的车辆都是以驾训班的 法人的名义来投保 所以他们不会有不投保的情况 所以也不会有说不理赔的 因为后来交通部性的这些的规定 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业者也是认为说 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无照驾驶的这种情况 所以工会就曾经在105年的时候 有去函给交通部请求解释 那后来在今年的1月17号的时候 交通部就有来函表示说 那关于这个小型车 它的道路考验 最主要是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第92条 它去授权订定的这个交通安全规则 办法来做考验的这样子一个作业 所以它没有去违反到 所谓的这个条例里面的21条 或者21条之一跟23条的规定 所以它就不会有所谓的 无照驾驶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不会违反我们保险里面 有除外不保所谓的月级驾驶 或者是无照驾驶的这样的情况 是不会 那其他部分请我们副主任委员补充 我大概说明一下 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在驾训班里面 学员在里面学习开车 那顶多只是说会有几堂课的 所谓的道路驾驶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通常都是学员都会有所谓的学习驾照 那旁边的话都是有教练跟着 那它在过程当中的话 因为它有学习驾照 而且旁边都有教练跟着 所以不管在教练场里面 或者是教练场外面的市区道路的 这种道路驾驶的话 在就有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都是符合我们保险相关的规定 不会认定它是无照驾驶 那会比较有争议性 比较麻烦的是说现在新的规定 因为现在新的规定的话 就是说变成不是原厂考照了 是必须要到监理在那边去考照 那这时候虽然说学员有学习驾照 可是旁边做的不是教练 旁边做的可能是监考官 或者是代考官等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会不会因为说旁边不是做教练 那它虽然有学习驾照 结果在市区道路上行之 会不会列入所谓的无照驾驶 这样一个考量 那这一次的话主管机关的话 也特别都已经跟我们说明了 那在这种情况 因为它今天要做这一个路考的话 它必须是这个路考的路段 必须要经过那个交通主管机关 还有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的话 他们先去规划哪一条路 而且这个路上面的话 要特别去标明 就是说我这一条路的路段的话 就是那个路考的一个路段 那请其他用路人要特别留意 那除此之外呢 它去考的这一台车子 它后面的话也要挂一个牌子 去说明说我现在是在路考的过程当中 那另外呢 它还甚至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特别要求除了强制险之外 我们可能还要增加 其他必须要的一个保障 所以依目前来讲的话 新把实施上路的话 那目前来讲的话 针对保险的部分的话 都可以获得同样的保障 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驾训班的车辆跟外面考照的车辆的 结构一样不一样 不大一样 就是驾训班的车辆的话 它的刹车 只有驾驶座那边可以踩刹车之外 右边副驾驶座教练坐那个地方 也可以踩刹车 但是考照的时候是没有的 看你用什么车辆来考照 那如果以业者的经验来讲 不管怎样讲 新手上路 这连新手都还撑不上 这个才是准新手而已 而的损率会比较高吗 目前并没有针对这样子来做统计 说损率会不会特别高 因为现在也刚开始开放他们来做这个路考 所以说目前统计资料的话 还没有办法显现 那如果以过去驾训班的车辆 他们在投保强制车险的时候 试用什么样的费率 跟自用车一样不一样 他们还是属于驾训班的车辆 他们有所谓的 应该是车 还是比自用车高吧 会 因为它是小型特种车 所以它就是小型特种车的费率 那他们也是要试用造势加费吗 要 就算学员真的发生的话 因为它是造势基础是算在车辆的车级资料上面 所以加倍的话也是加倍在汽车所有人身上 也不是加倍在学员身上 那他们是按照车辆还是一个驾训班的全部的车辆考试 是每一车有自己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他们除了强制整保险或者整保险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保险必须要加进来来转嫁相关的风险 这一次的话新的这一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针对这种路口的这种状况的话 那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规定 他就是说他要求除了说这一个车辆必须投保强制险之外 他另外必须要加强第三方的一个保障 也就是说除了强制险之外的话 那我针对第三人责任险的部分的话 他还要求说一个人至少要保到350万以上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去应考的学员 他也要求这个应考的学员的话 也应该要获得一个保障 所以他要求的话这个驾驶人伤害险 也必须要投保到500万以上 那第三个的话去监考的人也要收到保障 这个危险最高 所以他也规定说乘客险也必须要投保500万以上 那因为有这一些其他的这一些加进来做相关一个保障的话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针对这个新制的这个入考的话 那相对他投保就比较多 那只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万一如果这个学员已经保了这么多 结果还发生事故 而且照最后他的理赔金额 可能超过这个保险金额的话 那这时候要看学员他有要不要负担肇事责任 如果是学员他要负担这肇事责任的话 那超出刚刚所提的那些保额以外的 就必须要由这个应考的学员 他来负担这个后面的赔偿责任 这是比较特殊一点的规定 如果必须要搞到保到这么高的话 显然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那个路段还是不要去比较好对吧 如果觉得说那个路段比较不平安的话 我们可以绕过那些路段 提供给这些学员比较安心一点点的 一个入考的环境 您刚刚提到那个应该叫什么 监考官是吗 对 就你所知那些都是什么样的资格的人 应该都是我们在监理站的话 他有特定资格的人才可以做这个 我们每次去入考旁边就会有一个 应该也是类似公务人员 然后他的话就是会看 因为现在入考我听同事比较年轻一点说 也不太好考 是啊 他一上去还要看你的整个一个知识 该注意到的还没动之前的话 就要看很多知识 我也听说很多人都是一上车 马上就要下车 就被赶下来 可能少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动作 就下车了 扣一次分次就32分就没了 那我相信我们交通主管机关为了要改变这个考照的方式 一定是经过很多年的规划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真的很大的改变 那产险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没有说实话 因为这是交通的主要的政策 所以他并没有知会够配合 对 对我们是配合 那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说还是要提醒 第一个强制险一定要投报 那除了强制险不足的话 那像刚刚类似那种提供给入考的这些车辆的话 他的规定就除了强制险还在保其他的任意险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说配合 除了配合去推动这个强制险的宣导之外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配合把这一些除了强制险必须要规定的这些任意险的话 我们也尽可能来协助来做这样一个推广 我们刚讨论的这一段是因为我们这个新制上路了 我想如果你现在5月1号开始去报名的人 通通都要入考了 因为经过35天你才可以去考照 那那个时候已经全部都是要做道路驾驶了 那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保险也没有参与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交通主管机关敢这么做 背后因为有很强的保险在后面资源 刚刚我们副作员报告到要保那么高的保险 就因为有这么高的保险至少我们会比较放心一点 不管是入考的人或者是在旁边监考的人 那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比方说机车有保一年的或保两年的 机车都保一年 可是到期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续保 会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大的麻烦 还有续保会很麻烦吗 因为我们一定要续保你就知道要缴费嘛 可是会很麻烦吗 我们续说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 好 没有 我们 中文 我们 都 蛮 虼 还 。 都 所以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强制限制保险 既然是大家都应该投保保险 我们想理所当然 保险公司一定会为大家的方便性 考虑很多 其中当然包括网络投保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 你可能上网 填很简单资料 它就可以生效 但我想我们整个来讲的话 目前我们强制限制保险 投保的管道有哪些 这边有个字卡给大家看一下 强制限制的投保管道 其实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亲资到保险公司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 保险公司的网络投保 或者是你也可以拿到续保通知 然后到便利超商里面去投保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汽机车的经销商 或者是代监厂 甚至你可以透过中介人 就是保险经纪人 或者保险代理人 你也可以透过金融机关 就是银行里面去投保的部分 都可以来 所以它的投保的管道非常非常多元 我想这些通路是慢慢慢慢加进来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保险公司 那个通路对不对 慢慢慢慢加进来以后 现在整体来讲的话 这些通路的战率 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跟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保险公司的网络投保的部分 其实我们本来的 依照保法中心的资料库里面 其实它是按照四个通路别来做 大概就是10 20 30 40 那10的部分就是保险业务员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大概是占比是最多的 依照它的那个比率来讲的话 大概占了63.08%左右 然后保险代理人 大概是占了21.75% 然后保险经纪人 就是三菱通路的部分 大概占了5.35%左右 然后直接业务的部分 大概是占了8.59%左右 可是因为我们的保险公司的网络投保 就是我们原来的士林通路的这个部分 又再拆开刚刚我讲到的 你可以用网络投保的部分 那网络投保是从今年的2月份 106年2月的时候 它才去拆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就这个网络投保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比率还是不高 大概1.24%左右 所以才今年的部分 以3月份来看的话 它才占的比率在 大概网络投保的部分才是1.24% 那为什么网络投保 因为第一个就是才 它其实是没有多久 那再来就是因为主管机关的 网络投保的 它有一个限定 就是说你必须要加入这家保险公司 成为它的会员之后 你才能够来上网去投保 是因为有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投保的方法 并不是很简便 你必须要先去做取得保险公司的会员 加入保险公司取得会员之后 你才能够投保 那再来它在网络投保里面 它有限制 有一些的资格的限制 譬如说药保人跟被保险人 必须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来网络投保 所以就是它的比率 会比较低的原因 像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讲真的不是那么清楚 我买保险的那个地方 究竟是您刚刚提到的哪一个管道 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比方说我去买机车的时候 我就在买机车的时候 那你顺便就买了的 那那个是您刚刚提到的哪一个管道 经销商 经销商 但是在那四个分类里面是算 又有保险经纪人 保险代理人 不大一定 应该是这么说 它虽然是 比如说我去买一台车子 然后汽车的业务员 卖我车子的时候 因为它同时也是保险业务员 它登记是登记在 汽车 车商所属的代理人那边 所以我们在归类上面 会把它归类甚至代理人的业务 就是看它是归类在哪一个团体 我们就归类在那一边 对 因为我有随便问一下 那些去买机车 汽车的人说 你的保险是在哪里买的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在归类是买的在我家上口的机车航买的 所以他有时候甚至于 连他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的老师 讲都不一定知道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很 我们很了解它是什么通貨 可是一般的民众来讲 可能并不是那么清楚 知道到底算是保险公司的直接业务 或者是他很确定 知道他不是去保险公司保的 这个倒是一定可以确定的 那您刚刚提到网络投保 虽然在强制车人保险里面 他算的比重很小 但是就目前残险公司 可以开办网络保险的险种里面来说 他是不是占率最高的险种 对 现在的话强制险算是占率最高 最主要是因为强制险的话 是每一家公司 他都是同样的一个保险费的费率 另外强制险的商品相对也比较简单易动 这时候的话 变成是说在各家有销售电子商务 就网络投保的这些保险公司 我们的统计来讲的话 还是以汽机车强制险 是占我们网络投保里面最大宗的业务 我想是很重要 因为一般的汽机车使用人 特别是机车 这么方便的投保的方法 对他们来讲 一定有增加他们续保的医院 这样的可能性 另外就是您刚刚第一个单位 所以我提到说保险公司会发续保通知 我如果在不同的这些地方投保的强制车险 包括像汽车代理商 机车发商这些 我会从什么管道得资 应该这么说 不管你在投保的时候 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做投保 到最终这所有的资料都会到保险公司的资料库 那保险公司的话 他会按照保险到期的时间点 那必须在30天之前 就兼计发第一次的续期到期的通知书 那通知我们汽车所有人去完成这个强制型一个续保 那万一如果说所有人的话 还是有忽略到期之前没有去完成续保的话 那我们甚至于说在他过期之后 30天内的话 我们按照法令的规定 还要再继发两次通知单 通知他说他的保险已经过期了 那提醒我们的车主的话 要赶快去完成这个续保的作业 所以简单的说的话 就是说至少一个车主 他会收到三次的通知 甚至有些公司的主管机关 现在要求我们要做到四次的通知 但是不管怎么样 继再多通知 所以中央还是要消费者记得去缴钱 完成这个续保 所以不管是我在哪里买的 总之会通知我一定是保险公司 然后再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现在的那个通知的部分 大概保险公司就是重新投保的 那个通知的部分 大概会在那个30天之内 大概是第6天跟第20天的时候 都会再计一次 那刚刚副主委还有补充说 保险公司有的保险公司 还会再做第四次 那可是我刚刚讲到说 交通部不是在102年的时候 取消那个行照犯发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因此针对机车的部分 其实从102年开始 由主管机关跟公路总局 他们两个单位还有做一个联署 然后再寄一次的续保通知 给机车的那个 没有到期之后 没有投保的这些人 那他们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依照那个资讯作业中心的统计 到目前为止大概有4成左右的机车 他会再回来投保 对所以他的那个 效益还是还算不错 因为你有寄给他之后 他们有再回来的投保 大概比例还有4成左右 对 好那有没有可能那么巧合 我收到续保通知也到期了 可是我还没有去缴 就在当天就发生车祸了 那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我再去补缴保险公司会不会赔呢 我们休息晚再回来告诉你 谢谢大家 变成其追 欢迎回来 讲到买什么东西 要花钱这件事情 基本上要花钱都不会是一件 非常快乐的事情 可是就强制企业责任保险的话 我个人倒是常常觉得 有开车或骑车的人 花一点钱买强制企业责任保险 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因为人家在路上走 是OK的 就是因为我用了汽车 或用了机车 才对别人的安全造成危险 我们本来就应该 要为这样的事情 做一些准备来应付 但我先想要请教两位 强制企业责任保险 因为我们要普及 所以方便很重要 投保很方便这很重要 缴费很方便这也很重要 我收到一个通知 我很方便就可以缴费 自然我就会 很快就处理这件事 目前我们缴费 如果收到续保通知 缴费的管道有哪些 那很方便 我们通常在寄发一张 讯息通知出去的时候 都会结合到一些代收机构 最常会碰到的代收机构的话 就是超商 邮局 或者是银行 甚至连信用卡 这些的话都是很方便去缴费 所以你拿到通知单之后的话 你只要到隔壁的7000 或是你到附近的邮局 你都可以很快的完成 这个缴费的动作 是 那现在可以设定自动扣款吗 目前没有说 还没有到达自动扣款 如果可以的话就更快了 而且更保证一定会缴费 那个是机车的部分还可以 可是问题是我们汽车的部分 因为有从人因素 所以要重新算过 对 要重新算过 所以那个扣款的部分 一定要是固定金额 所以你每年变动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不太方便 而且我们强制选的话 因为每年的话 都要做一次的费率检设 那也不会说今年 你是缴了这个钱 那明年就一定是这个钱 那有可能的话 可能费率会降低 有可能费率会提升 因为有可能就没有开车 或没有汽车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对 没错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刚在前一个段 结束的时候问的问题 有没有那么巧合到说 我今天就到期 我今天还没缴费 就今天真的就出事 我赶快去补 这样可以吗 我说明一下 我们强制机车责任保险法 里面有规定 我们汽车或机车 都有一个所谓的保险期间 那它的保险期间的话 一定从起始日的中午12点 到它结束日的中午12点 比如说我是6月12号办理 105年6月12号办理的话 它的身价就是105年6月12号 中午12点到106年6月12号 中午12点 所以中午12点也没有问题 对 那中午12点一过之后的话 它的保险就已经失效了 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投保 没有完成续年度的保险的话 那就一样是变成没有保险可以保障 是吗 那我赶快去补不行 不行 对 没错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假设我真的忘记去续保了 我会被处罚吗 我们一开始是讲说没有投保会被罚 那我如果没有续保呢 我有保的时候忘了去续保这样子的时候呢 也是要受罚吗 对 就是 就等于没有保 对 就等于是没有投保的情况之下 就是刚刚讲到的这是依法 还是会被处罚 对 那你刚刚那里是自用车 汽车是3000吗 然后汽车是1500 对 机车1500 汽车是3000 那如果这样我们相对来看一下说 一般的自用小客车投保 强制限制人保险一年要多少钱 它的宝贝大概1000多少 大概1000块左右 所以我不缴1000 结果就会被罚3000 对 等于是可以买三年的保险了 那如果我是造势的时候 才被罚现没有投保呢 会加重处罚 造势的话是要加倍的 再看一下那个注册卡 对 会投保的 对 会投保的 对 他就是加倍 就除6000到3万 不等的这样子的罚款 那是造势的时候 灾被发现的几率比较高吧 都有可能 因为如果说今天 应该是这么说 现在的话就是警方 他会是燃检取缔 一定要看 燃检取缔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示强制证 如果没有提示的话 那可能警方取缔完之后 如果你有违规 他会开一个违规的罚单 之后这个资料会转到 监理站那边去 那监理站会就在去查询 你有没有投保强制险 如果这时候 你没有投保强制险的话 那又会多一张 为投保强制险的一个罚单 我几年前 有一次违规的时候 那个警察拿我下来 他没有要看我 强制车险的保险证 现在还是会 现在都会 其实警察 攔下来的情况之下 通常他就会 就是他其实他不会跟你要看 但是你要自己主动出示 这个强制险给他 你假如没有出示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在他的那个连单上面 他有两格 一格就是你未出示保险证 那一个就是有出示 他就在那个未出示那边打勾 这个时候 这张罚单的情况给你之外 他就送监理疾惯的裁罚 那裁罚单位的话 他就去资料库 监理资料库里面去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保险 你假如没有保险的话 他就会再寄另外一张的通知 我现在都会这样做 对 我从以前就是这样 我几年以前的时候 我还自己拿给他看 他说不用 因为现在 老师现在在罚单上面 在上面那个地方的话 都会有一个栏位 有没有出示抢证证 因为我很久没有违规 那也是非常好 好 那如果说我们民众 没有投保 重点就是说 假设很多很多人都有投保 然后出险的几率又很高 那我们想理所当然 这个保险的赔款金额 就会变得很高 成本就会变得很高 那我不晓得目前的状况 是不是属于这种状况 就是赔款金额一直不断的在变高 导致好像我们的保费有点偏低 有这种现象吗 这个副会其实不应该由公会来回答 应该这么说 以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强制选是采用公督民办的方式 是由主管机关来督导我们 然后由业界这边来负责相关的一个承办 那因为每年的话 他都会做一个所谓的一个损失的一个统计 到底我们今年度开办的这个强制选 我们收了多少的保费 产生了多少的一个赔款 那当你的赔款 已经变成入不敷出的时候的话 那这时候很可能就必须要去调高 他保险费的费率 因为这个制度总是要走得又长又远 强制选开办到现在多久了 快20年 明年满 民国87年 20年 20年中间其实有几次是调高保 尤其是调降保费 对 没错 那以目前来讲 损率已经超过了吗 都几乎损率都是破百 已经超过 都破百了 对 破百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说 损率破百的意思是什么 有没有要讲无影无归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去投保 而且要保持好一点的记录 我们下礼拜同一天再会 晚安